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日 星期五 多不知是11月第一个交易天 美股昨晚急跌 而且跌势比较明显 唯独市对港股影响不大 反而恒指整个上午都是平平稳稳 而且更加一度 轻轻踏破10天平均移动线 先看看今早的情况 恒指早市先是轻轻高开110点 去到20,427 之后一度反复而低见20,353 但这一刻相对昨天收市 仍然在升36点 之后维稳的卖本开始渗渗 直到上午11点半为止 指数曾经一度高见20,544点 相对昨天收市 升了227点 事实上这一刻指数 轻轻骑着10天平均移动线 虽然不是突破得很明显 但始终都是在捉住10天 我亦都说了很多次 10天线现在在20,530 坐近的水平 而10月份的低位是19,977 很简单说 只要恒生市一路能够和10天线 糾纏或捆绑在一起 不需要担心它突然会失底 这个原因很简单 但即使是这样 大股暂时来说 都不会有太量力的走势 第一,成交金额不是那么足够 那为什么市场充满官网气氛 一定有原因 第一,大部分人在看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虽然哪一个坐上去 对中国的制裁都不会改变 但如果以特朗普来计算的话 程度就会比较空曼很多 那大家都是在等的 第二,美国联储局在议息之后 会不会进一步减息四分一来呢 大家都不知道 市场是有憧憬的 但问题就是即使是减息 刺激都不是大得不紧要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的了 而最关键呢 都是看内地中央政府人大会议之后 有没有实际具体而且有规模性的 刺激经济的措施出来 前两天市场规模有十万亿 这个是市场的 我们就不能够作准 最终要看会议之后的公布 是怎样才可以作一个评估的 但是,好了,就算有十万亿 那么具规模的刺激经济的公布也好 都要看下这十万亿怎样用法 怎样行法 如果你说突然之间全数推出来 事必一定会引来另外一只狂牛 但狂牛之后一定是急升和急跌的 所以最好就出现一个蛮牛 即是有罪地通过这个政策的投放 令到股市稳步当中逐步慢慢升 这样的升势是持久 亦都是耐狠的 这个大家要明白 11月份去到今年年底 还有8个星期 有一点我也想指出 到底在第四季股市 能不能出现一个上升形态 因为今年第一季的指数 是升了2420点 第二季的指数是升了3662点 第三季的指数也是急升5047点 到第四季到底怎样行法 我不知道 但直到现在这分钟 在第四季来说 最高的指数是10月7日的23241 最低的指数是10月17日的19977 如果第三季的市 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先低后高形态 即是指数在未来这8个星期 将会出现一个终期的胜浪 到底是不是 就看看资金融税的态度一定 资金融税的态度 也要看看有什么弱人 有什么利好消息 和作一个配合 简单说 今天大市的表现 用两个字来说 是平均的 看看下午的市 能不能够继续咬住 或者站在10天平均移动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 欢迎 可以按住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